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而让自己的血压升高 容易对心脏造成刺激 但坚持运动 生命在运动 运动量不足 可能会出现体质下降 身体循环 代谢能力降低的情况 通过锻炼身体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内分泌保持稳定 这也是促进健康的好方法 不要熬夜 大部分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很难很早入睡 但是长时间熬夜 睡眠时间不足 身体很难保持健康 如果想要让自己更加长寿 这一点不妨去尝试 通过适当调整个人作息的方式 拥有高质量睡眠 而且睡眠时间充足 对身体维持健康也大有方法 消化性溃疡一般有两种 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 消化性溃疡最常见是由感染 或者过度使用抗炎药引起的 通常可以用抗生素和抗酸药治疗 消化性溃疡有一些常见的症状 比如腹部疼痛 肠胃胀气和食欲不振 那么消化性溃疡有哪些表现 1.恶心和呕吐 消化性溃疡会导致肠胃发炎 肿胀并最终形成发痕 当这种情况发生在 将胃与12指肠相连的通道附近时 肿胀可能会阻碍消化后的食物排入小肠 消化过程的中断会引起胃肠不适 导致恶心或呕吐 2.腹部疼痛 腹部疼痛是消化性溃疡的标志性症状 这种疼痛可能会延伸到颈部和背部 持续时间可能从几分钟到几小时 3.食欲不振 由于胃肿胀或12指肠溃疡 而引起的腹部疼痛 恶心 腹胀和其他胃肠到不适 通常会影响食欲 出现这些不是症状的人 可能会感到不适 无法进食或者避免进食 以预防症状 某些食物也可能加重溃疡 导致食欲不振 4.体重出现变化 由于食欲不振 恶心或呕吐等情况 溃疡可能导致体重减轻 患有胃溃疡或12指肠溃疡的人 可能会体重增加 溃疡引起的腹痛是由于胃酸刺激而引起的 而饮食通常通过充当酸和胃壁之间的缓冲剂 来缓解这种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 患者可能要多吃些东西以减轻痛痛 很多人年纪轻轻 头发就变白 这是身体提前衰老会有的表现 另外 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影响也会让头发出现了老化这种现象 平时应该通过好的方式来养护身体 促进毛发健康 白头发明显这种情况才会改善 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头发变白呢 1.压力大 很多人年轻时工作压力大 在压力过大时没有注意劳逸结合 死亡压力 都可能在压力过大之后影响着身体健康 除了容易影响人的精神状态 还可能在内分泌改变 压力过大 情绪波动之后影响了毛囊的营养物质提供 毛发生长的黑色素减少 各种不良症状可能会出现 其中明显的特点就是头发变白 2.营养不良 很多人白头发越来越多跟饮食不健康有关 在饮食过程中总是挑食拼食 或者本身有肥胖现象而过度节食 有可能在影响健康的过程中 让毛发需要的营养或许过少 营养供应不足毛发无法保持健康 3.经常熬夜 很多人白头发越来越多主要跟熬夜有关 在作息不规律的情况下 也会导致内分泌水平波动 内分泌功能紊乱会干扰营养物质的提供 毛发同时会受到反伤 出现了白头发越来越多这种情况 如果想要让自己的头发强健保持乌黑状态 应该解决睡眠方面的问题 通过作息合理 睡眠充足这种方式来促进进行床 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男性也会经常感冒头晕关节疼痛消瘦面色苍白的情况 女性会有月经量突然减少甚至会有停经现象产生 女性气血不足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应该如何调理呢 一 记性差容易出现心慌 心主血脉又主管人的精神活动 如果心血不足心失去乳养就会导致心神失养 出现心慌健忘等现象 二 看东西不清楚 干的外在表现是眼睛 如果血不足眼睛就会出现事物昏花视力下降等表现 三 面色发黄 脾胃是我们气血的生化来源 如果脾胃虚弱运化功能下降 就会导致气血的生成不足 四 头发枯没有色泽 发为血之鱼 就是说头发的健康成长有赖于血液的滋养 而血又赖于气的推动 如果气血不足的时候 我们的头发就会表现出干枯没有光泽 五 皮肤黯淡粗糙 气血对我们的人体有乳氧的作用 如果气血不足就会出现皮肤干燥 发暗没有光泽等 只有养好气血 女性才能更有精气神 气血充沛了 皮肤变好 身体才会健康 想要补气血可以常喝桂圆红枣枸杞茶 材料 红枣25个 枸杞20颗 桂圆肉15个 红糖适量 做法 首先将红枣 桂圆肉 枸杞洗净锅中放入清水 把红枣桂圆肉与枸杞放入筋煮 红枣煮软后 可按个人口味放入红糖调匀 最后趁热饮用 枸杞红枣桂圆都是补血补气的佳品 枸杞可滋补肝肾 明目润肺 抗衰老 煮桂圆红枣茶的时候 加一点枸杞 能增加香甜味 用红糖胃肝性温 葡萄糖含量很高 很容易被人体直接吸收消耗掉 而枸杞对于保护肝脏 增强造血功能 提高免疫力 抗癌 强壮子宫都有帮助 女性想要保持年轻状态 雌性激素需要充足分泌 卵巢提前衰老的女性 雌性激素的分泌量开始减少 在影响之后 主要的特点就是身体老化速度加快 皮肤容易松弛 甚至会有干燥粗糙等情况 这些是雌性激素分泌过少带来的影响 女性日常补充雌性激素 可以吃哪些食物 1.豆类食物 豆类食物富含人体需要的蛋白质 还能够获取里面的大豆义黄酮 让这种物质跟人体的雌性激素性质相同 能够让女性卵巢功能下降的情况得到改善 卵巢维持年轻和健康 雌性激素获取量充足 可以对抗衰老 2.葛根 葛根作为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材 里面也含有人体需要的翼黄酮 这些翼黄酮获取量充足 能够让身体的雌性激素含量增多 维持体内激素水平的平衡 对卵巢保持健康大有帮助 3.坚果 坚果的类型比较多 而且富含营养 对想要延缓大脑衰老 促进血管健康的人来说 进食坚果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坚果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女性的卵巢滋养效果明显 能够积极地对抗卵巢衰老 平衡体内的激素 在适当进食坚果的情况下 也能够防止女性的雌性激素缺少 肝脏功能是否降低 可以通过身体某些部位的变化来得知 不少人在肝脏疾病发展过程中 眼睛会有特殊的变化 肝脏修复健康 眼睛的特殊变化自然会好转 那么眼睛有哪些特殊表现 说明肝脏存在疾病呢 1.眼睛分泌物增多 不少人在肝脏功能下降的过程中 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这种后果 睡眠不足后 眼睛得不到休息 眼睛的分泌物会增多 这是肝脏功能下降会有的特殊表现 2.眼睛肝色疼痛 肝色疼痛跟作息不合理 肝脏功能下降有关系 很多人肝脏疾病出现后 没有积极改善 夜间睡眠质量降低 总是夜不能寐 睡眠质量下降之后 眼睛得不到休息 隔天起床之后 可能会眼睛通红 甚至容易因为肝血供应不足 感觉到肝色疼痛 有这种眼睛的变化 也说明身体重要的器官功能下降 3.眼睛拱膜发黄 正常情况下 人的眼睛眼白部位是乳白色的 很多人却因为肝脏疾病的发展 导致黄胆现象明显 黄胆严重时 眼睛就会有特殊改变 拱膜会明显发黄 伴随着脸部皮肤 也尾黄状况出现 这是肝脏疾病会有的警告 只有肝脏功能提高 肝脏细胞受损情况好转 才能防止眼睛异常表现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